震撼消息传来 天文学家借助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或许捕捉到了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黑洞恒星 这是个全新的天体候选 可能改写课本 对我们理解宇宙早期的图景影响深远 维伯望远镜把目光投向最遥远的时空 随即扯开了一个谜团 在古老宇宙的深处 分布着一批反常的红点 亮得紧凑 颜色偏红 和我们熟悉的星系长相不太一样 其中一个目标被昵称为悬崖 The Cliff 它很可能是一类全新天体的代表 如果成立 它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在宇宙刚上路的年代 星系和黑洞究竟是谁先谁后怎样长成的 这期解读聚焦三点 第一 这个发现到底看到了什么 第二 它哪里不寻常 为何和常理对不上 第三 所谓黑洞恒星 为何可能颠覆我们对宇宙演化过程的老观念 自2022年上纲以来 微薄望远镜凭借超灵敏的红白设备 能穿透尘埃 看得更远更早 好像把宇宙就相册一页也翻回去 看到接近宇宙童年的画面 当第一批图像传回地球 研究人员在那些远方星系和类星体之间 注意到一些出格的信号 它们不像点星星系 也不像标准类星体 这些目标个头不大 结构紧凑 却发出显著的红色光 星星点点铺在远古宇宙的背景上 显得格外刺眼 天文学家给它们起了个 直白的外号 小红点既形象又好记 方便在论文和讨论里快速指代 乍看有点像迷你星系 可以核对细节 亮度 颜色 尺寸和能量分布 就发现和我们现有的星系模型对不上号 按星系来算 它们等同装下数千亿颗恒星 而且密度高的离谱 甚至超过银河系中心区域的任何常见物质聚集 这就显得不合情理 要对出这种超密星系 得在极短时间里爆发出惊人的恒星生产线 而在宇宙早期的物理条件下 这样的效率几乎无法实现 第二种解释是类星体 中心有超大质量黑洞 疯狂吞噬周边气体尘埃释放出巨大能量 因而看起来特别亮 类星体在远方宇宙并不稀奇 问题是这些小红点的表现 与典型类星体的标准模板对不上 像是同家族里跑偏的亲戚 如果是被尘埃遮挡的类星体 光谱里应出现一些高能特征线或吸收特征 但小红点里这些标志性信号并不明显 相反 它们在特定波段的明暗变化很怪 像是架在几类天体之间 既不像星系又不像标准活动核 硬要分类就显得勉强 所以一个麻烦摆在眼前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 来安放这些不合群的红点 若坚持把它们当星系 那它们在那么年轻的宇宙里就积累出 如此夸张的质量和密度实在匪夷所思 而若不是星系 它们的行为方式 又和我们见过的任何已知天体类别不相符 几乎跳出了经验范围 更棘手的是 微博持续勘测又发现了更多类似目标 样本越多 疑点越多 谜题不仅没解 反而更复杂了 这说明在数据背后可能潜伏着一种 还未被正式确认的新型天体或新物理过程 解题钥匙是光谱学 把光拆开成彩虹条码 通过不同波长的强弱和特征线 推断天体的成分 温度和能量来源 在亮红外核外星系巡天 Ruby's项目中 研究团队收集了成千上万个目标的光谱数据 其中一个特别显眼的对象跳了出来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悬崖的那客 这项调查在2024年实施 共获取了4500多个远方星系的光谱样本 其中专门挑出了35个小红点 作为重点对象 在这批小红点里 有一个目标一眼就与众不同 数据特征突出到让人难以忽视 它被逆称为悬崖 来自它的光路上走了约119亿年 才抵达我们眼前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 宇宙大爆炸后大约18亿年的一帧老照片 更关键的是 它的光谱在巴尔默断点附近突然猛台 简单讲 就是在某个波长两侧 亮度出现了陡峭台阶式的变化 一般星系也会出现巴尔默断点 多与较老的恒星族群相关 可悬崖的断点抖得反常 强度和形态都超出常规 直接挑战现有的恒星形成与星系演化模型 团队把它的光谱拿去对目版 尘埃遮蔽的星系 活动星系和AGM 以及两者混合模型一个个试过去 结果很干脆 没有一个模型能贴合数据 差距都不小 换句话说 它不像我们认识的星系 也不像典型类星体 是个格外另类的存在 这迫使大家走出舒适区 开始认真考虑一些 过去只在理论里出现的 不太传统的可能性 目前最能解释数据的候选 是所谓黑洞恒星BH星 这是理论上提出的一个特殊天体类别 名字里有恒星 但别被带天 它并不等同于我们熟悉的燃烧氢气的恒星 它的心脏是一颗超大质量黑洞 周围盘旋着高温高亮的吸机盘 物质不断螺旋下落 释放能量 与普通活动和不同的是 整个系统外头还裹着 一层厚厚的翻滚团动的气体外壳 像给黑洞披了一件大衣 这层外壳一方面把核心遮住 另一方面又像滤镜一样处理高能辐射 改变我们最终看到的光的样子 核心喷出的高能光被外壳吸收 再转手以较低能量释放出来 于是呈现出紧凑且偏红的光谱特征 同时在巴尔默断点附近 形成悬崖那样异常陡峭的变化 打个比方 它像一颗大星在发光 可真正的发动机 黑洞与吸气盘 被气体简层 严严实实的包住 只透出处理过的红光 这种设想并非空穴来风 理论模型早就讨论过 类似被包一的黑洞 虚动天体 相关概念里有准恒星 指的是在早期宇宙 巨大的物质团包裹着中心黑洞 整体看上去像极端巨星的恒星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缺乏铁证 望远镜数据时 中很难把它们与其他天体区分开来 悬崖有可能成为第一个 拿得出手的观测候选 提供关键线索 一旦证实这种天体确实存在 我们对早期宇宙 如何搭骨架 怎么长肌肉的认知 就得整体升级 也许不是星系先成 黑洞后长 而是先有黑洞这种种子 再牵引并塑造周围的星系结构 这些对象可能在宇宙很早期就冒头 被后壳包裹 同时通过辐射和引力影响 催化周边气体塌缩 加快星系组装 这能解释一个老难题 为何在大爆炸后不到十亿年的时候 宇宙中就出现了 动辄几十亿个太阳质量的庞然大物 传统增长路径 靠普通恒星残骸慢慢吃 速度太慢 暗仗算很难在那么短时间内 涨到居无霸 而若有黑洞恒星这种形态 核心黑洞在后壳滋养下高效尽失 就可能在早期快速增重 最终成为今天星系中心看到的超大质量黑洞 当然 星思路也带来一串新问号 等着我们逐一做大 比如 这么厚的气体外壳怎么堆起来 又如何不被撕碎 靠什么机制维持长期稳定 它们的寿命是以百万年纪的长跑 还是短时间就耗尽瓦解的短冲刺 这类天体在早期宇宙到底多不多见 和普通星系 类星体相比 比例如何 如果它们是过渡形态 它们又是通过什么过程 演变成现代宇宙里熟悉的类星体与成熟星系 需要警惕的是 悬崖目前只是一个样本 还是偏极端的那种 结论不能仓促下定 别的小红点或许也藏着类似信号 也可能它们并非一类 而是早期宇宙多种不同现象的大杂烩 为此 进一步的观测计划已经排上日程 目标就是把样本做大 证据做硬 后续会用微博做更深的光谱扫描 并配合F射线和射电望远镜交叉衍 看看能否捕捉到 被外壳遮住的高能活动的旁证 不管最后结论如何 这条线索都会对宇宙早期研究产生重要推动 若黑洞恒星被确认 它们就像一座缺失的桥 连接第一代恒星 与成熟星系之间的空白阶段 这也再度提醒我们 宇宙的成长路径并非直线 而是更曲折 更出人意料 悬崖也许是黑洞恒星的首个石锤线索 指向一个曾被忽略的隐藏声涨漆 能解释黑洞为何在早期涨得那么快 接下来 更多样本与更精细的数据会帮我们判定 它是孤立还是一大片冰山的漏头 欢迎持续关注新进展 宇宙一向脑洞大过我们 每次深入都会带来新奇的转折 别忘了订阅频道 第一时间追踪那些颠覆认知的宇宙新发现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